他還說我要取消 沒有 所以他們就一直排著 就會跌很多 所以這事實上 可能只剩三分之一要了吧 我的經驗是這樣 因為我們都會打 你現在登記對不對 一段時間我就會打給你 只要比如說你沒有排到 只是在等 我還是會打給你 問說你還要不要 如果你說你要繼續排 我就會幫你再排著 那你說不要 我就會幫你寫取消 我就把你的抽掉了 所以我這裡都不會有這麼多人在等 因為我們會打 對對對要追蹤 不好意思我想問一下 你說因為一個人對十個人的照顧 那兩小時就要翻一次身 所以一小時120分鐘除十個人 一小時60分鐘 60乘以兩小時嘛 就是120分鐘 那十個人要照顧 所以一個人就是分到十分鐘 你在算說他分到的時間嗎 你先想一下 比如說我翻一個身 換一個尿片 我可能五分鐘我就做完了 假設我動作還算快 而且他長輩只有尿尿 並沒有大便 我幫他尿片換下來了 然後我幫他穿好 我幫他翻完身之後 我就會洗手 我就去做下一個了 他不需要拍背嗎 原則上他們會 他們不會像你在醫院 說我一個人可以拍很久 沒有辦法 我講實話 對他沒有辦法像說我們在住院的時候一對一的照顧 我可能拍個五百下七百下 那樣子久 因為我看過嘛 他們沒有辦法 我會這樣說 那他不拍背影 那你至少尿完或大便完總要沖洗吧 也要時間啊 他會幫他洗乾淨 你不是有人住在這邊嗎 對 你可以問你那個朋友 他就清楚了好嗎 因為這樣比較實際 因為你這樣問我 我這樣跟你講 有時候你不是那麼的了解 那我還想知道說 如果說我們沒有拍背 沒有拍到差不多的背 然後一個禮拜只能送去兩次做復健 那這個人不是慢慢就會僵硬了 所以啊 你們就要評估說 你的這個長輩 你希望他到什麼樣一個程度 能夠照顧到什麼樣程度 如果說你希望他的 你的期望比較大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說 我是不是自己照顧在家裡 比如說我在家裡照顧他 可以啊 甚至妻妻都可以在家照顧哦 然後我每天帶他出來復健 就像門診 一般門診的病人那樣做 他天天都可以去復健啊 只要你在下面等 慢慢你就等 因為有時候一等等很久嘛 他還是有服務現場的啊 然後就是就是等 然後做完你再把他帶回家 就是勤勞一點 因為有的人請外勞 他請了外勞以後 他其實是回家照顧 然後他比如說他希望他復健次數多一點 讓他的復原再好一點 他又希望說除了復健之外 他的老人家還可以做肢體的活動 那你是不是就要一對一的照顧方式 我的外勞 除了他十一族行處理完以後 我就幫他做運動 你這樣子他的進步就會比較多 但是還是要看這個老人家的病患 比如說他的病患到某一個程度 或者是他有骨質疏鬆 有一些你也沒辦法做 你太用力了就骨折 你至少可以跟他按摩一下 摸摸 這比較不會僵硬吧 所以這就是考量你們的選擇 那你們這個病人是不是都僵了 不能翻身的都僵掉了 可以看啊 沒有我們還有會走路的 我是說因為我們的狀況是不能翻身的 所以我們很care這個部分 那我想知道說住到這邊來的 需要翻身的 是不是在這種情況下全僵了 兩小時就翻一次 但是他沒有拍也沒有什麼 他就算拍背他還是會僵 你只要沒有辦法正常人走動 我們要這麼說 你只要臥床到一個時間 他的那個肌腱就會軟縮 所以你就會看到有些長輩就變這樣 或者腳就是弓著了 他就算走路 因為我昨天才來一個奶奶來評估 他來的時候他就是不能走路 然後他躺的時候 然後他做的時候都是這樣子 躺下去的時候頭可以放 但他的腳筋伸不止了 他即使自己照顧也是這樣啊 那他還一對一照顧 他是請一個人24小時照顧 他一樣是這樣子 你這樣了解我的意思了吧 你再怎麼樣去服務他 他只要自己自己不能走路 或不能擺動或什麼 他就會亂說 這是只是時間的問題 而不是說我很努力的幫他做什麼 他就會軟綿綿的 都伸得直直到或怎麼樣 不是 是因為老人家 其實他慢慢會退化 然後他的手指一樣 他手指不去動的時候 我告訴你他手就扳不開了 他手就會變成這樣 那就算你每天幫他揉啊揉啊揉啊揉 這樣每天 可是你不是24小時在幫他揉啊 像我們有時候都會這樣動來動去 所以我們不會有這些問題 老人家不是喔 他沒事的時候就是這樣 手就慢慢這樣 因為他不拿筷子 也不拿杯子 也不寫字 他這樣 只要一段時間我告訴你 他這個筋就縮起來了 你怎麼扳 不能 你扳他他就哇哇叫 因為我有問昨天來的那個人 我就說他已經照顧他十幾年囉 一個人這樣每天這樣照顧他 我就說 他說他幫他搬 奶奶就哇哇叫 嗨啊揉啊 你怎麼搬 你搬不了啦 他就亂說了 你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他就沒有辦法像 我們這樣的年紀說 那麼正常 老人家沒有辦法 還有就臥床 那很多長輩 比如說 他生病去住院的時候 他其實是走進去住院的 那他可能因為什麼疾病 或者他臥床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很多都退化了 他出院的時候 他一步路都不會走 那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 他明明就走進來的啊 那是沒有辦法 那是他的疾病 加上他的 疾病的病程 那他比如說 他減少了很多的活動 他就變成 很多都退化 他沒有辦法 而且老人家 只要住一個月 通常我看到很多就是 本來他在這個 這個點 他可能因為住了一個月 他可能就 變這麼長了 然後等到你出院回家 他就是這樣子的 你要再回來這裡 很難 但是說絕對不行嗎 我不確定 你要看他是什麼 主因是什麼問題 去住院 要這麼做 所以說家人會比較不能接受說 我們就明明 對不對 好好的 怎麼樣進去 只是因為哪裡改良 那為什麼 等到我出院的時候 他已經 跟植物人沒兩樣 有沒有 有人住進來以後說 怎樣又發言了 發言以後 什麼又插管了 就是病 進程非常的 不好 然後 慢慢又治療好 比如說治療好是說 發言改善了 但是他也臥床了 他本來嘴巴吃了 他插管了 就是這樣子 什麼都來了 小病也排不出來了 就放了尿管 就是這樣子 那你說如何回到之前 你有辦法 如果能回到之前 人就長生不死 不可能 那像我爸爸這個有癌症